力压孙瘾沙 王曼玉 国拼第三居心崛起 球迷激动 国拼人心振奋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 黑社防罗各位朋友啊 能够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国拼的最新情况 目前来看 国拼已经结束完 视频次的预选赛 通过本次预选赛可以看出呢 不管是孙瘾沙还是凡人东 都是西处晋级视频赛 从中可以看出呢 他们还是比较轻松的 但是呢 作为曾经的功勋 马龙却在比赛中意味输球 好在马龙在排位赛中击败日本选赛 成功的拿到了视频次的参赛卷 可以看出呢 作为马龙来说 也是老刀尼壮吧 虽然说目前来看 国拼处于新楼交替 但是呢 确实国拼遭遇了很多困难 尤其是日本新兴张文之和的崛起 对于国拼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女队方面 像日本选手伊藤美成 他们的实力是不容小觑 我们是曾经在奥运会的混双决赛中 输给过伊藤美成和水果孙 确实目前来看 日本选手的崛起啊 也是非常迅速的 在此前 国拼呢 已经正式的完成了 九连班子的确定 从中可以看出呢 本期的九连班子 逐渐成年轻化 刘国良希望能够在新的奥运周期 带领国拼能够再次的在奥运会中 首获冠军 在此前许新刘世文 奥运会中暴冷出局之后呢 确实让球迷非常失望 因为目前来看 孙英沙和王主钦 将会肩负着在接下来奥运会中 重夺混双军陪的一个责任 也是期待孙英沙 能够在以后的比赛中啊 越来越好吧 就在之前 也是有名国拼的巨星正在崛起 他也是丽雅 孙英沙和王曼玉 在去年的比赛中啊 表现非常出色 他是谁呢 就是目前来说 除去国拼三脑金花之外的 另一个核心球员 王毅迪 作为王毅迪来说 在去年可以说 势手非常猛 也是在几战比赛中啊 连续收获冠军 不管是在刚刚结束的全景赛中 击败王曼玉收获冠军 还是在年底最后一项赛事中 亚洲杯 他也是击败伊藤美城收获冠军 从中可以看出呢 在最近联合比赛中啊 王毅迪实力压 孙英沙和王曼玉 可以看出呢 这个赛季 作为王毅迪来说 他也是有机会能够去抢一张 奥运会的门票 在此前2022年 WTT不达佩斯的两战比赛中 王毅迪先后两次击败孙英沙 一次是球星挑战赛的女单决赛 一次是冠军赛的女单半决赛 2021年世界杯的比赛中啊 王毅迪也是在女单半决赛中击败过陈梦 加上本次在全景赛击败王万毅 可以说王毅迪在一年之间连续三次击败奥运会冠军选赛 所以显示出王毅迪强大的个人能力 作为球迷来说 非常激动吧 因为可以看出呢 王毅迪在最近一年时间迅速崛起 可以说成为 记得孙英沙和陈梦之后呢 第三位巨星 他也是非常有机会能够搭上奥运会的满满车 可以随着王毅迪迅速崛起呢 国平啊 确实是人心这一份 而且呢 是百花其放 也是希望 作为国平女的来说 能够在接着的奥运周期 好活的训练 好活的杯战 争取能够在奥运会中 收获冠军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 再见 再见